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几内亚总统敦布亚 习近平指出,几内亚是新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建交国,下个月将迎来两国建交65周年 6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尊重,支持对方走独立自主道路,坚持平等互利,开展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务实合作 坚持守望相助,在对方遭遇困难时,给予相互支持 中方愿同己方一道,培育好,弘扬好,终极传统友谊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共同落实好这次峰会即将推出的重大举措 加强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乡村发展和减贫、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助力几内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让中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加强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石 中非合作论坛不仅是推进中非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 更是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 中方愿同己方密切协作,推动这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凝聚起全球南方的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敦布亚表示,非常荣幸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几内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几内亚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中国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对于几内亚是宝贵的借鉴 感谢中国为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支持 中国企业在几内亚的投资合作促进了几内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是互利双赢的典范 几方相信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取得成功 推动基础设施、能矿、交通、旅游等领域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